好,來,今天來做一個椒鹽口味的 有辣 有一點辣 這一道愉快 真的讓你很愉快了 保證學了會的大廚菜 那有一個網友們有留言 希望是看到魚片或者是愉快料理 那你心情愉快 那我們就是會來做個愉快料理 好,來,今天來做一個椒鹽口味的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鯛魚片 把它醃漬一下 胡椒、醬油、鹽巴 把它抓醃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呢 用一點點太白粉或玉米粉 保護它 好,來,我們用一點點的地瓜粉 就是木薯粉 然後把它均勻的沾裹 好,來,這個我們還是要 有些東西還是要炸 那我們這裡 用170、180的油溫 這個呢,鯛魚算蠻肥的 真的,我們呢 全世界人還是要珍惜海洋 這樣子才會有 好的海洋的食物來吃 那真的真的,你很不喜歡用炸的 那拜託大家 你用一點點淺油半煎炸的方式 好,那我們呢 讓它飽水 讓它變色 我們可以撈起來 讓油溫到180 或到185左右 再把它回炸個5秒到10秒 讓它油逼出來 叫搶酥 你就可以 不會吃到這麼的油膩了 那切記一點 我們還是不能關小火 一定要等到撈好之後 還可以關 這樣子 會吧 好,來,我們現在呢 想要煸一點點的花椒油 這裡 有點上色就可以了 好,來 再用這個油 直接炒 yes 薑末 蒜末 乾辣椒 有辣 有一點辣 把它爆香之後 愉快 來 一點鹽巴 花生 白胡椒 蔥花耳 好,來 現在呢 這一道愉快 真的讓你很愉快了 好,來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喜歡吧 超喜歡 這個呢 這個呢 有點像公豹 有點膠炎 我個人覺得 欸,這樣的愉快 或者是把它換成雞腿排 或者是換成雞胸肉 用同樣的做法 一樣的效果 那當然 我們呢 也要愛惜我們的海洋世界 那 切記我們 去海邊去玩的時候 麻煩大家 一定要保持乾淨 把你的垃圾帶走 這樣子 魚兒們呢 才不會吃到 那些垃圾 這樣子 體內環保 大自然的環保 你我都有責任 喜歡嗎? 試做看看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那 料理123 第四季全新內容呢 即將在四月份開始囉 有不同的內容 不同的風格 為大家來做一個呈現 還是要記得 要記得要訂閱我們料理123 記得分享 以及按讚喔 謝謝大家 盡情鎖定